贝克汉姆分享妻子洞灵的秘密,25年每天支持一样饭菜,太子侣。 贝嫂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生于1974年4月17日。 再过两个月就将迎来48岁生日,不过47岁的贝嫂皮肤紧致。 身材苗条,充满活力,说她是洞灵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大伟·贝克汉姆透露了妻子洞灵的秘密25年来。 她每一天都吃一模一样的简单饭菜,这甚至让小贝感觉到有几分沮丧。 据2月1日英国《太阳报》报道,小贝是在一个名为River Cave Table 4 的播客上分享妻子饮食习惯的。 小贝说,她喜爱美食,钟情于葡萄酒,每当她吃到美味的食物时。 总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尝尝,然而,让她失望的是。 她的妻子在过去25年里一直吃着同样的东西。 小贝说,自从她认识维多利亚,她每餐就只吃烤鱼和清蒸蔬菜。 维多利亚只有一次破了力,那还是在她怀着小七哈破的时候,到现在。 小贝已经忘了当晚维多利亚吃了什么,只记得那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夜晚。 对维多利亚来说,如果能吃上一片加了盐的全古物吐司。 她就会感觉到很大的安慰,过生日时,她只会选择水果蛋糕来庆祝。 看过许多女明星分享自己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总会发现她们的青春永驻的确不是凭空而至。 背后是极大的自律,而被嫂则一直是一味自律的典范。 实际上,作为前足球明星,小贝本人的身材也极好。 整个人对于她已经46岁的年龄来说显得很年轻。 但在饮食上,小贝没有维多利亚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小贝说,她自己是非常享受美食的。 由于前段时间去了意大利,小贝在家中隔离了几天。 维多利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父母举办的派对, 小贝的饮一个人享受安静在家的日子。 她为自己烤了两块一六,她特别强调一块一是鸡骨牛排,一块一是英国和牛。 又喝了一杯葡萄酒,吃了一份番茄青葱沙拉。 享受着美食,看着足球赛,小贝感觉幸福极了。 贝扫为多利亚,贝克汉姆生于1974年4月17日。 再过两个月就将迎来48岁生日,不过47岁的贝扫皮肤紧致。 身材渺条,充满活力,说她是洞灵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大伟,贝克汉姆透露了妻子洞灵的秘密25年来。 她每一天都吃一模一样的简单饭菜,这甚至让小贝感觉到有几分沮丧。 据2月1日英国《太阳报》报道,小贝是在一个名为River Cave Table 4的播客上分享妻子饮食习惯的。 小贝说,她喜爱美食,钟情于葡萄酒,每当她吃到美味的食物时, 总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尝尝,然而,让她失望的是。 她的妻子在过去二五年里一直吃着同样的东西。 小贝说,自从她认识维多利亚,她每餐就只吃烤鱼和清蒸蔬菜。 维多利亚只有一次破了例,那还是在她怀着小气哈破的时候,到现在。 小贝已经忘了当晚维多利亚吃了什么,只记得那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夜晚。 对维多利亚来说,如果能吃上一片加了盐的全古物吐司, 她就会感觉到很大的安慰,或生日时,她只会选择水果蛋糕来庆祝。 看过许多女明星分享自己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总会发现她们的青春永驻的确不是凭空而至。 背后是极大的自律,而贝嫂则一直是一位自律的典范。 实际上,作为前足球明星,小贝本人的身材也极好。 整个人对于她已经46岁的年龄来说显得很年轻。 但在饮食上,小贝没有维多利亚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小贝说,她自己是非常享受美食的。由于前段时间去了意大利,小贝在家中隔离了几天。 维多利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父母举办的派对,小贝的以一个人享受安静在家的日子。 她为自己烤了两块一六,她特别强调一块一是G股牛排,一块一是英国和牛。 又喝了一杯葡萄酒,吃了一份番茄青葱沙拉。 享受着美食,看着足球赛,小贝感觉幸福极了。 贝嫂为多利亚,贝克汉姆生于1974年4月17日。 再过两个月就将迎来48岁生日,不过47岁的贝嫂皮肤紧致。 身材苗条,充满活力,说她是洞灵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大伟,贝克汉姆透露了妻子洞灵的秘密25年来。 她每一天都吃一模一样的简单饭菜,这甚至让小贝感觉到有几分沮丧。 据2月1日英国《太阳报》报道,小贝是在一个名为River Cave Table 4的播客上分享妻子饮食习惯的。 小贝说,她喜爱美食,钟情于葡萄酒,每当她吃到美味的食物时。 总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尝尝,然而,让她失望的是。 她的妻子在过去25年里一直吃着同样的东西。 小贝说,自从她认识维多利亚,她每餐就只吃烤鱼和清蒸蔬菜。 维多利亚只有一次破了力,那还是在她怀着小气哈破的时候,到现在。 小贝已经忘了当晚维多利亚吃了什么,只记得那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夜晚。 对维多利亚来说,如果能吃上一片加了盐的全古物图丝。 她就会感觉到很大的安慰,过生日时,她只会选择谁裹蛋糕来庆祝。 看过许多女明星分享自己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总会发现她们的青春永驻的确不是凭空而至。 背后是极大的罪律,而被扫则一直是一位自律的典范。 实际上,作为前足球明星,小贝本人的身材也极好。 整个人对于她已经46岁的年龄来说显得很年轻。 但在饮食上,小贝没有维多利亚那么多的条条框框。 小贝说,她自己是非常享受美食的。 由于前段时间去了意大利,小贝在家中隔离了几天。 维多利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父母举办的派对,小贝的以一个人享受安静在家的日子。 她为自己烤了两块一六,她特别强调一块一是G骨牛排,一块一是英国和牛。 又喝了一杯葡萄酒,吃了一份番茄青葱沙拉。 享受着美食,看着足球赛,小贝感觉幸福极了。 请不吝点赞 。